第1311章 白灵 这么凶狠啊 那镇山仙长 也不方便去安抚和喂养吗 祝明朗搭着话道 仙长远赴幽天之野了 去追回那头逃走的镇帝兽 他老人家一走 难得不还是 我们这些做徒弟的啊 宋昊苦恼地道 确实 镇天兽这样级别的存在 不逊色于苍穹药日 祝明朗说道 师弟 你兽缘好 要不你试一试 要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师兄我也算是立了大功一件啊 宋昊显然对祝明朗比较信任 可是要接触到镇天兽 不是得迪传弟子吗 祝明朗说道 这个事情我和师父申请过的 虽然你还没有入我们镇山门 但大家都把你当作我们山的弟子了 唉 镇天兽的事情 真的折磨我们好久了 师弟要是帮我们处理好 一定有重谢的 宋昊说道 宋师兄的事情 自然也是我的事情 我试一试吧 祝明朗说道 嗯 你小心些啊 别伤到自己 发现不对劲 立马就离开 白灵是我们的镇天兽 他对我们仙宗的弟子 不至于赶尽杀绝 可被他一个喷嚏打着 也是元气大伤 宋昊说道 明白 师兄只要告诉他一些注意事项 和他的喜好就可以了 祝明朗说道 你等会啊 宋昊转身回到了阁楼里 然后踩着木板的声音 冲上了最顶楼 没过一会 宋昊就抱着好几本厚重的书籍 就走下来了 祝明朗主动上去帮忙 随口问道 师兄这是要去捐赠书籍 路上和我慢慢说吗 什么捐赠书籍 这是给你看的 伺候郑天兽要注意什么 还有郑天兽的来历 以及他这些年岁的经历 贡献 喜好 口味 季节偏好 颜色敏感 能力食材 引用灵权 神通福灵 脾气色泽变化 与心情的对应 宋昊说着 将这些书一股哪的 堆给了祝明朗 祝明朗抱着这沉甸甸的书籍 不敢相信 这么多内容 居然都是记载 怎么与郑天兽相处的 一头兽 即便是郑天兽 怎么感觉和了解女人一样 有这么多的门门道道吗 直男祝明朗表示 有点心慌了 彻夜阅读 祝明朗也知道 做好这件差事 自己会得到巨大的好处 赤鬼完成了 这一个季节的轮值之后 天气就日渐转寒了 现在轮值的是清零 它的光辉明显余热不够 夜里会格外的寒冷 祝明朗坐在火炉旁 认认真真的阅读着 小九尾好奇地 将脑袋凑过来 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仿佛也想要看懂 上面的那些文字 好帮助助明朗 早日完成使命 最后 小九尾看累了 就趴在助明朗的膝腿上 睡了过去 毛茸茸的尾巴散落下来 就当作 是一个暖哄哄的小毯子 给助明朗的腿裹上 一连好几页的挑灯夜读 助明朗自认为 是掌握了 震天兽白灵的基本状况了 首先 让助明朗非常诧异的是 这只震天兽 与此时正在轮值的太阳清零 居然是同一胎的兄妹 哥哥是清零 如今是轮值太阳 妹妹是白灵 蓝天庭最强大的镇兽 算起来 他们都活了有一千多年了 清零与白灵 有着很大的矛盾 所以 白灵在太阳清零轮值的时候 是绝对不能靠近的 只能够晚上去 镇山仙楚康 与大师兄宋浩 也都是认为 到了太阳清零轮值的时候 白灵才会变得脾气这么暴躁 助明朗 其实大概是知晓了缘由 白灵到了排卵阶段 这个阶段 其实与有运的龙兽差不多 根本不允许任何活着的东西 靠近自己 并且将一切视作威胁 就今晚吧 我们去会议会这只镇天兽 助明朗说道 可不能再等了 若是虚轮被涅蒂他们 杰族仙灯了 自己岂不是亏大了 而且 镇天兽是外人很难靠近的 包括其他门的仙长 所以助明朗可以推断 告诉涅蒂这件事的那个仙长 其实也打算趁镇山仙不在的时候 把这阵天兽轮给偷走 他们恐怕是有意图 有计划的 与其便宜他们 不如自己拿走 好歹 自己也在镇兽之地 照料了这么久的镇兽 比他们有资格多了 穿戴整齐 选择了白绫 喜欢的红色衣裳 然后再撒上一些白旗喜欢的 气味香草薰 带上一盒子白绫最喜欢的点心果 助明朗感觉自己约会 都没有如此隆重过 抵达了镇天兽之碑 助明朗发现 这里的地面 都是由浮石构成的 一方面具备 尖延千倍的压缩硬度 而且还有岩浮智能 可以缓冲一些 过于强大的神通毁灭力 镇天兽这里 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守卫 只有在很远的山脚下 有一名守护人 这个守护人 只要看到身份牌 都会放心 在守护人看来 这份工作本来就危险 时常会有陌生面孔 去伺候这些镇兽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而既然作为镇兽 本就是防范贼人的 没有哪个贼人 会蠢到跑到镇兽之地中找死 镇碑其实内有乾坤 白灵栖息在那个碑内的 小天地中 类似于上古遗迹 是一个独立的空间 著名狼走路到了 浮石广地上 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白灵已经在外面了 他就趴在散发着 特殊热量的浮石上 面朝着辽阔的海 白灵拥有一双 白瓷色泽展翼 展翼下是极其华丽的锤语精 琳琅满目 甚是美丽 他身形如仙玉骏马 并且拥有麒麟的高贵血脉 身上的麒麟鸡 呈现出了一种完美匪片状 而他俊逸至极的锦绒 修长至极 一直从后颈 呈现一个完美的刘献荣 延伸到了他的尾巴末端 他的脚比较特别 分为两种形式 其中一枚脚是麒麟独角 圣洁 纯白 如一杠罗文的银月长枪 在这一枚独角稍后的位置 又有鲜鹿曲角 两种角都异常挺拔高贵 搭配上那张俊美的白龙脸颊 不得不承认 可惜在如此英雍美丽的外表下 是一个暴躁的内心 他曾经也有希望成为轮值太阳 只是他的性情乖张 不惜好被约束 第1312章 麦蒙第一名 日冕仙龙 大概他只需要一口吐息 就可以泯灭当初的整个北斗神州了吧 想当初忧恒星太古之龙 便给整个北斗神州 带来了那样的黑夜浩劫 不过忧恒星太古之龙 虽是新名 实力绝对越要紧的 现在 眼前这日冕仙龙白龄 那可是比忧恒星太古之龙 都还高出了一个大境界 月神龙 如何与杨神龙相比 调整了一下呼吸 助冥狼保持着一个送饭人的微笑 缓缓地靠近 日冕龙白龄 明显早就察觉到了助冥狼 只是他一开始并未搭理 直到助冥狼走到了浮石中央环处 离他有500米左右距离时 日冕龙白龄 立刻发出了一阵 如闷雷翻滚的低沉声 这声音来得非常突然 助冥狼只感觉海洋那个方向上 有万钧之雷在翻滚 再朝着 自己这里涌了过来 明明只是低沉的吼声 可助冥狼 却仿佛置身在了一个雷滚炼狱里 身体僵直不受控制 灵魂更是要脱窍逃离 助冥狼立刻意识到 自己的神染清禾并没有起作用 同时 这日冕白龄 根本不允许自己这个人类靠近他 没有一丝丝的犹豫 助冥狼可不想受伤 所以他立刻把东西放下 然后急速向后退去 退到了一个安全的距离上 大汉从脑袋上流到了脸颊上 助冥狼 很少感受到这样的压迫力 这白龄的实力 绝对是在整个军天天野排得上好的 助冥狼感觉自己 为了一枚虚卵招惹了他 绝对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看来 我们不受欢迎 助冥狼叹了一口气 呜呜 小九尾却忽然从助冥狼的肩膀上跃了下来 然后拖着长长的尾巴 朝着那只白龄小碎步走去 小邪尾 快回来 助冥狼大惊 他急忙要将九尾龙给召唤回来 但是九尾龙并没有听从 他静止朝着强大至极的白龄走去 丝毫不在意他无与伦比的恐怖龙戏 助冥狼本以为九尾龙会被任免白龄给拍回来 但是小九尾却像人畜无害的小精灵 居然顺着白龄的尾巴爬到了他的身躯上 并且一路爬到了白龄的鹅脚位置 白龄抬起了脑袋 将眼珠子往上瞟 小九尾一个没站稳 顺着白龄的额头和脸颊位置 滑落了下去 白龄不仅没有因为这个躁刺的小家伙生气 反而伸出了一个爪子 垫在了小九尾龙落下的地方 随后开始认认真真的打量起了小九尾龙 小九尾龙虽说已经是成年期了 可白龄仙龙也看得出来 这是一只刚满一周岁的龙宝宝 于是开始逗他玩耍 白起口中吐出了一团团彩色的泡泡 这些泡泡随着风飘向了海洋的方向 这个时候白龄发出了鼻声 似乎是在催促着小九尾龙 小九尾龙一开始没有领会 但他尝试着跃到那些彩色的泡泡上 这些泡泡轻轻的一处就会立刻破碎 小九尾龙如果不能够足够巧妙与迅速的话 就无法跃到另外一个飞出去的泡泡上 白龄又吐出了许多泡泡 这些泡泡迅速地朝着海洋之中飞去 有些被海溪吹到了高空中 有些则在海面上空漂浮 错落有致 并且朝着更遥远的地方飘荡 这一次小九尾龙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他灵巧地跃到了一个彩色泡泡上 然后在泡泡破碎的刹那月初 巧妙地飞到了那在不断移动的浮空泡泡中 如此就像是在玩踩天梯的游戏 白龄也会适当地吐出一些速度更快的泡泡 好让小九尾有落脚的地方 当然 如果看到小九尾龙非常轻松的话 白龄也会适当地增加一些难度 比如说 释放一些突如其来的闪电 用眼神让大海腾起一个巨型的龙卷 或者吐出一阵风 将那些泡泡吹得更散更远 白龄显然在和小九尾龙玩龙族之间的游戏 而事实上 一些强大的雌龙 他们在与自己的孩子相处的时候 也是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 来锻炼孩子的飞行 力量 反应 胆量 智慧等能力 看似简单的龙族之间的法术小游戏 但对小九尾龙来说 却是很好的锻炼 著名朗站在远处 仍旧是不敢轻易地靠近 他是万万没想到 自己背了好几天的书 甚至还有神染清河的 自己没有得到白龙的认可 反倒是卖蒙第一名的小九尾 成功入了日缅白龙的眼 不得不说 白龙刚才面对海洋的样子 其实背影看上去挺孤独的 而此刻这样望去 就像一头白龙之龙 在斗自己的幼崽玩耍一般 气氛非常的温馨 小九尾是在幼灵院诞生的 说白了 也是没有母亲的 而白龙也不知为何 对小九尾龙有特别的喜爱 这让著名朗 不禁思索一个问题了 许多龙族在自己幼崽夭折后 也会变得脾气异常地暴躁 变得生人物尽 难不成白龙并不是因为排虚卵 而是另有原因 之后的几天 祝明朗都带小九尾过来 小萌虎已经和白龙非常的熟悉了 今天他要接受更严酷的训练 白龙倒是乐此不疲 很喜欢逗小九尾龙玩 更喜欢设置各种各样的特训游戏 别说 由一头日缅进的震天龙 来训练小九尾 绝对要比祝明朗眼下的训龙方式要好 才短短几天时间 祝明朗就感觉到了小九尾龙的显著变化 作为小九尾龙的慕容师 白龙也终于不再那么排斥祝明朗了 而祝明朗也可以顺利地完成 一名内门弟子该做的工作 包括对这阵天受浮蚀之地的清扫与检查 祝明朗发现 白龙也会掉皮 这东西想都不用想 价值一定非常高 祝明朗默默地将这种东西给收了下 同时他也每天都来检查 想知道白龙是否有排卵行径 那东西才是最有价值的 奈何 在这里任劳任怨十来天 祝明朗完全没有看到所谓的白龙虚卵 反倒是有一些鬼鬼祟祟的人 趁自己没有职守的时候 有接近过这里 白龙非常敏感 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靠近 大概他们也和祝明朗一样 压根没有发现白龙的虚卵 最后不得不放弃了 第1313章 六道神敌 半个月后 祝明朗已经对这枚虚卵不抱什么希望了 好在宋浩师兄那边给的奖励非常丰厚 把郑天寿白龙给伺候好了 对整个仙宗来说也是极大的贡献 祝明朗将得到的嘉奖进行了兑换 打算在最后的年笔前再来一波修为冲刺 争取将小九尾龙和虫王龙都提升到颠位神君 事实上 祝明朗离这个小目标已经不远了 而饕铁龙 他的修为也在自然增长 现在更是达到了中位神王 年比之前 应该是有希望迈入到上位神王的 这天清早 祝明朗依旧前来这阵天悲处 先将一些可以消除白龙利器的昂贵灵根给放下 这可是一捆一捆的 听侍女萧萧说 市场上这东西都是暗切私卖的 白龙食量不大 只不过他吃的东西无比昂贵 就这一顿 大概可以抵得上祝明朗 这会所有的身家了 祝明朗也知道 日冕龙的伙食不亚于仙丹当饭 看到白龙这样 祝明朗其实心里也有些发虚 还好先让军天的五方帝老帮自己 养着剑灵龙 不然剑灵龙回来 自己真不知道 怎么给日冕镜的剑灵龙找食物 白龙早饭也不急着吃 他先挑出了里面最好的灵根草 给小九尾龙先喂上 小九尾龙最近的伙食也是离谱了 基本上日冕镜吃什么 他吃什么 可惜有的时候会消化不良 不然就这半个月的神仙伙食 小九尾龙早就自己冲破到神王级了 整理好了镇天杯的浮石 检查了仙人静置的稳定性 祝明朗也算完成了今天的任务 而白龙再一次和小九尾龙玩起了游戏 这一次 白龙通过自己的曲龙角 在海平面上 制造出了密密麻麻的雷电纹 这些雷电 可谓编织成了一幅巨大的海上迷宫 白龙要求小九尾龙 踏着海水 在这些雷电纹中穿梭 不被雷电击中 同时找到离开这个雷霆迷宫的出口 小九尾龙自然不惧挑战 他跃到了海平面上 很快 他的头顶上方 出现了一层更加强大的雷压 如囚龙的盖子 将小九尾龙压制在海平面不到三米高的区域 这意味着小九尾龙 处在了一个巨型的海上雷龙里 一方面要 躲避那些雷电叉 还需要凭借着自己的智慧 摸索出雷龙的出口 著名朗望着海面上 如此震撼的一个雷龙 心中暗暗吃惊 白灵的雷电 掌控力的娴熟和强大到什么地步 才可以轻而易举地编织出 这样一个复杂 却精密的雷霆之龙 白灵显然还给小九尾龙限定了时间 当他慢慢地享用完今天的早餐 就是游戏结束的时候 而没有达成目标的小九尾 会被白灵凶 著名朗感觉 白灵这一次尤为地认真 记得以往白灵都是以玩耍的方式 在斗着小九尾 乐此不疲地施展各种各样的法术 好让小九尾龙来闯关 然后愉悦地看着小九尾龙 有什么亮眼的表现 此次白灵的行为 更像是一种考验 没有丝毫放水 更让雷电龙具备很强的惩罚性 小九尾龙有失误的话 就会遭到重雷电伤 大概是之前与镇兽们对决后 小九尾龙最近好胜心 也被挑起来了 他灵灵地在海面上踏水穿行 并在那些肆意扭动的雷电之间闪避 更在用自己的智慧 去记住后面道路上的雷电闪烁的规律 不仅让自己后面要走的路更顺利 还想好了意外发生时的退路 看着小九尾龙娴熟地 穿过那片复杂精密的雷霆迷宫 祝明朗心中也是感慨不已 小家伙终究是成熟了许多 祝明朗露出愉悦之色的同时 白灵眼中显然也闪过赞许的光芒 终于 小九尾龙出乎意料地完成了考验 并且在一座枯石尖岛上 找到了复杂的雷霆迷宫的出口 而刚登上那座枯石岛 小九尾龙就看到了一枚 像圆石头一样的东西摆放在那里 好奇心驱势下 他走过去用爪子蹭了蹭 上面的被晒干的泥河弦 马上脱落了下来 并且露出了一个光滑的蛋壳 小九尾龙立刻用爪子将它包干净 发现这并不是石头 而是一枚泛着白玉光泽虚拢乱 屋 小九尾龙立刻隔着长长的海峡 朝着祝明朗长提了起来 雷霆乱其实早就被排出来了 白玉将它放在了无人知晓的枯石岛上 可偏偏白玉要将雷霆迷宫的出口 设置在这个枯石岛上了 这不就等于是指引小九尾龙去那里吗 难不成 这就是完成考验的奖励 白玉虽然高贵 但也知道 虚卵铲除之后 是没有用处的 与其丢弃 不如给最近陪伴自己的小九尾龙补一补身子 在白玉看来 小九尾龙身子太虚了 白玉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 它只是看向了小九尾龙 随后转过身去 朝着杯内天地走去 事实上 每日白玉也只会出现这么一小会 也只是和小九尾龙玩耍这么一小会 它如同往常一样 返回到了自己的栖息天地重了 也不在乎助明朗和小九尾龙 如何处置那枚没有生命的虚乱 助明朗之前也想过 若是得到了日冕龙的虚乱 拿去卖钱的话 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灵资 但既然 白玉是特意赠予给小九尾龙的 那这东西 也确实可以作为小九尾龙冲击月药龙神境的主才 在天涯月仙的传授中 助明朗了解到 即便有神格的龙晋升到月药神境 也是需要六道神敌辅佐的 六道神敌 可以是某种超凡领悟 可以是某种登峰造极的境界 也可以是仙丹灵本的推注 也可以通过魂珠进行龙魂升华 甚至还可以是某位天神的恩典传承 总之 这日免需龙卵 绝对可以作为晋升月神的六道神敌的一位主要了 另外 助明朗还有一枚突破丹果 那是从音乐仙那得来的 这突破丹果 同样也可以作为一枚神敌物 助明朗可是有很高神格的 这种神格 自然是会分享给自己所带的龙虫 否则小九尾龙也不至于那么快 从小狐狸直接化龙 所以 助明朗的修行并没有找寻机缘 破除心魔 命格开阔 神魂飞升那么复杂了 简单概括 砸多少钱和砸多少资源 就会有多少直观的收益 小九尾龙已经有两道神敌物了 他的最后完全七蜕变 应该可以自己冲破两道神敌 神格红韵 应该可以少一道 赌他个五道神敌 就能大成 所以这样满打满算 自己只需要再寻一道符合小九尾龙的神敌 小九尾龙就可以尝试飞升 飞升到月耀神龙了 第1314章 藏爱 助明朗很少会去与其他内门弟子切磋 但是内门弟子之间 却是非常热衷相互比试 所以 即便还没有进行年比 其实大部分内门弟子 已经知晓了大部分人的实力了 甚至自行起草了一份实力踢书 并有了相应的一些称谓 比如说第一踢队实力的 被内门弟子称之为天人 比天人的实力稍微差一点的 称之为帝者 帝者之后 还有百雄 这一天 小胖敦陈一辉 就拿着一纸长长的踢书过来 一边眉飞色舞地跟助明朗讲 哪些人有多强 一边和助明朗说着 哪些人拥有世间罕有的神龙 助明朗没有和那些内门强者切磋 反倒是从陈一辉这里 已经了解了个七七八八 在场一起喝酒的 还有其他几位同门师兄弟 陈一辉喜欢交朋友 也喜欢人多热闹 师殿 师殿 好消息啊 这时 大知识宋浩快步走了过来 看到助明朗和陈一辉 在繁华的茶阁二楼喝酒 他蹬着楼梯就上来了 脸上满是笑容 大知识 另外几个内门弟子 立刻起身行了个礼 陈一辉立刻叫店家上酒上好菜 师兄 一起喝几杯 助明朗说道 要的 要的 知道师父奖励你什么吗 宋浩说道 什么 陈一辉反而比助明朗更好奇 他打算直接收你做嫡传弟子 你只需要到年笔中走一个流程 宋浩说道 哇 竟有这等好事 主浪 你这可要宴请大家 成了镇山仙长的嫡传弟子 以后我们这些同门都要仰仗你啊 同门的黄熙说道 另外两个人听到这个消息 也是一脸不敢置信地 看着助明朗 其中有一位更是特意将刚才的踢书拿出来看了看 以为自己刚才扫过去的时候 遗漏了朱浪的名字 也就是眼前这个一起喝酒的同门师弟 狄传 还是内定 虽说南天亭的内门弟子 在整个军天算是相当风光的身份了 但内门弟子之间的竞争是相当恐怖的 别说是天人踢队和地者踢队了 就是百雄弟子中也有诸多是神军籍的 而成为了狄传弟子 可以说是摸到了月药神的门槛了 有不小的概率成为月药神 即便不能够最后突破 那在月神静以下也是叱咤风云的 就这么一个经常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八卦 并且被他们认为 是实力在内门中排得比较默的少年弟子 竟已经成为内定敌传了 怎么做到的 天地私生子吗 师兄 镇山先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师弟这边已经有心意的市长选择了 所以我还是会参加年比 并且争取获得比较高的名次 助明朗开口对宋浩说道 哎呀 谢什么 都是老乡 咦 你刚才说什么 宋浩喝了一口酒 本还想在嘴边回转一下味道 却猛然地咽了下去 喉咙都被烧着了 但宋浩浑然没在意 而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助明朗 我说 待我谢过镇山先的赏识 我可能会自己选择适合我的仙长 助明朗重新说了一遍 陈一辉 黄熙 还有另外两名同门嘴巴张开 刚刚对赢的酒 从嘴边狂漏了出来 什么个状况 那招敌传 拒绝了 镇山先也是一位非常强大的仙人 很多人都是败事无门费尽心思 讨好都难见一面 结果这位师弟直接回绝了 主浪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没知啊 陈一辉终于忍不住说道 其他人立刻点头 没什么大病的人 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师弟 你可想清楚啊 我师父镇山先 是很少开山门收弟子的呀 难得你最近的表现 让他心情非常愉悦 破格收你为敌传 你可千万别扭你傲娇 赶紧拜入我们门下 宋浩无法理解 助明朗的行为 我想得很清楚了 师兄 我打算拜入到 织女新仙的门下 我知道竞争很大 但还是想要尝试 助明朗说道 谁不想拜织女新仙门下 问题是 人家能看得上咱们吗 助明朗师弟啊 你不要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镇山先真的挺好的 千万不要放弃 这个宝送的机会 各位 助明朗知道 你们都是为我着想 可我已经做了决定 也有虔诚信奉织女新的意思 助明朗拿出了信仰来说是 一提到信仰 那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毕竟即便做不成敌传弟子 成为一个虔诚的信奉 也是可以的 太吃了 太吃了 师兄我像你这个年纪 也是在年轻上惊艳一片 当时就觉得 织女新才是绝世无双的美人 非她不娶 现如今才明白 仙女与牛郎的故事 也就是民间传一传 真正的织女仙 何等高贵 爱天地织女 圣洁 爱情 美丽的象征 而我们真的 只不过是凡俗 再怎么修行 也断然不可能与之 站在同一级位上 宋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了 只能够抒发自己当年的想法 君天无人不倾慕之女心 连众天神 金仙都尊称 她为天晴仙子 虽说摆在我们面前 确实有一个 可以成为她嫡传弟子的机会 但还是遥不可及啊 几个人提到织女新鲜 顿时满是叹息 绝大多数男人 都是盲目自信的 女子无意间瞧她一眼 都会觉得 对方正无可救药地 爱上了自己 所以大多男人 对自己另一半的要求 都无比之高 高到不切实际 都觉得自己 能够把这段感情拿下 可当真 有那种遥不可及 美丽与实力 超越自身阶级数层的 他们才会产生这样的叹息 没有一丝丝的勇气 自卑地根本不敢接触 纯粹的远望 但九过三巡 讨论的最多的 又是这样的女子 朱兄 我佩服你的勇气 你是个男人 为了该死的传奇歌颂的爱情 舍弃大好的稳定前程 朱师弟乃真男人 癞蛤蟆 是应该有自己的梦想的 来 为朱师弟的这个远大目标 和真挚的爱情干一杯 干一杯 风潇潇西夜漫漫 朱明朗稀里糊涂地 和这群气氛十足的师兄们 干了一杯 同时有一种 被壮士送行的感觉 但朱明朗确实也想不到 一个更好的理由 去解释自己的行为 唉 就这样吧 自己也是十六七岁的年龄 在他们眼里 是会犯这种糊涂的 他们都在为自己饮酒送行了 那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 每一个少年成长为男人 都要经历这样的一次障碍 第1315章 被赦免 宋昊是一个严重不胜酒力的人 偏偏他又特别好酒 喝得醉醺醺后 朱明朗不得不送他回他的府中 宋昊的府邸 在比较偏的地方 一般为了追求更辽阔的府院 选择远离碧落岛繁华地带的院落 会获得更多 包括可以有一座小山林 来饲养幼灵 宋昊喜欢饲养幼灵 他也有自己的灵气竹灵 夜开始深了 朱明朗搀扶着宋昊 往他住的地方走 宋昊不做龙兽飞行 一定要顺着沿海的木栈道 走一走行酒 朱明朗也只能够顺着他 毕竟才拒绝了对方这么大的好意 想必宋昊也在他师父那边 撮合了很多次的 师弟啊 师弟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骂你 宋昊久后吐出了真言 师兄 多得不用说了 你的好意猪浪记着 我的道路我明白要怎么走的 我很清楚 朱明朗说道 行吧 行吧 我师父要知道 你不来 估计气得胡子都要绿了 宋昊笑了起来 顺着木栈道行去 海浪轻轻地拍打着陆胶 发出了有节拍的声音 听上去令人神经舒缓 再加上微醺状态 整个人也会随之放松了下来 剩下的路 我自己走就好了 师弟你回去吧 宋昊对朱明朗说道 看来 他想静静了 朱明朗见他酒醒了许多 于是点了点头道 再次谢过师兄 和镇山仙长的后岸 宋昊摆了摆手 朱明朗离开之后 宋昊也在仔细琢磨着 这个小师弟的事情 大概这位小师弟 确实有过人之处 不然怎么白龄 都对他不排斥呢 人往高处走 镇山仙确实不错 但和织女新鲜的背景 比起来 确实差了不少 宋昊叹息了一声 继续顺着海边之道横去 走着走着 狭窄的木栈道上 忽然出现了两个身影 他们横在了宋昊要走的路径上 并且丝毫没有侧身要让的意思 两位道友 麻烦让让 多谢 宋昊也不知对方什么来意 但还是秉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道 可是镇山大直视宋昊 其中一人开口质问道 是我 宋昊酒醒了更多 毕竟感受到 对方语气里的不善 我们主子想问你一件事 两人说话很强硬 其中一位魁梧者 更是用手指了指海交处 独立的交石处 海浪翻卷 一人背立着 像一尊黑夜雕像 却带给人一种 神秘而危险的气息 不知几位何意 宋昊说道 只管回答 你们镇兽之地 可否来了什么新人 尤其是照看白灵的弟子 告知我们他是谁 其他无需多问 那魁梧之人说道 此乃我们门内的事情 你们打听这个做什么 宋昊道 告诉我们是谁 那魁梧之人 显得极为不耐烦 而且 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本就是带着几分 威胁恐吓的味道 抱歉 门内之事 我无法告知几位 宋昊很坚决地说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 魁梧之人没有耐心了 他打算动手 但这时 那位站在海礁石上的人 却飘了过来 他落在木桩上 然后俯视着宋昊 认得我吗 此人问道 宋昊端向了片刻 脸上的神情 马上就变了 他急急忙忙鞠躬 并尊称道 聂心官 放心 我不会插手你们门内之事 同样只是想问一问 那名弟子一个小问题罢了 你只需要告知我们是谁即可 抗诉新官聂提说道 宋昊没有多少犹豫 只是继续恭敬地回答道 新官 此事 是师父郑山仙在安排的 我只是一个直士 属实不清楚 郑山仙前些日子并不在 我问过你们门下的人了 此事是你在处理的 宋昊 看在如今大家是同门的份上 我再问你一次 你老老实实回答 若在这般不识抬决 抗诉新官聂提说道 著名朗正要向前 这时宋昊立刻用手拦住 此事小得真不知情 宋昊回答道 话音刚落 抗诉新官猛的一台手 他的手掌爆发出了一股极大的神力 竟将宋昊直接扇飞了出去 宋昊连龙手偶都来不及换出 被打飞在贪图上 血和酒一起偶了出来 宋昊满身污垢 正打算换出龙兽的时候 他看了一眼 飞向自己的抗袖新官聂提 最后又放下了自己的手掌 换出龙来 也是被这样的人肆意屠戮 宋昊并不想看到自己的龙白白送死 他干脆闭上了眼睛 对方想杀自己 那就来吧 挺有骨气的 新官聂提笑了笑 今日无死在这 无师镇山仙自会向你问罪 切实请新官军 想好一个杀我的理由 宋昊说道 呵呵 你知道 你这样很愚蠢吗 你不说 整个镇山门 难道没有人会说吗 我终究会知道那个人 而你又何必自讨苦吃 新官聂提说道 宋昊沉默了 别人会找到自己 想必也是有铜山门的人 告知了对方这些信息 走吧 我没打算杀你 都说了 只是问你一个小问题 而这一掌 不过是你让我不悦的代价 新官聂提摆了白手 宋昊发现 新官聂提目光一直盯着 就像是要目送着自己离开 这种被注视着的感觉 让宋昊异常不舒服 可他又不得不爬起来 然后一蹶一拐地 在对方戏弄的目光中离开 被施舍 被赦免一般 一日 著名朗带着虫王龙 在挑战各岛镇兽 即将去喂养熟悉的老伙伴时 著名朗发现 有三个人 骑乘着异常华丽的电母苍龙 落在了这座岛屿上 这里是镇兽之岛 平常不会有弟子来这的 著名朗有些疑惑地 看着来势汹汹的三人 可是猪浪 回屋的御龙者质问道 何事 著名朗道 是他 电母苍龙落到了岛屿上 并用身体盘取了一个大圆盘 几乎将著名朗给圈了起来 三人中 一位戴着新军帽的男子 走向了著名朗 然后用一双独特的金鲸 审视着著名朗 你近期在供奉镇天寿白铃 抗宿星官涅提问道 第1316章 作死直 是啊 著名朗点了点头 可看到了什么 你指什么 著名朗道 说说看 我会辨别你说的是真是假 若是假话 抗宿星官涅提 仍旧是带着审判一般的居高临下 每天就是将仙根草 放在白铃能看到的最远处 然后离开 著名朗说道 就这些 抗宿星官道 就这些 著名朗自然知道 他想要打听什么 想要知道什么 但是白铃不是说接近就能接近的 想必这些天抗宿星官 也用各种办法接近白铃 想要获得那枚虚龙卵 著名朗很清楚 最近只有自己一个人 真正接近过白铃 所以 自己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为了让你说出真正的事情 我得让你受一些皮肉之苦 抗宿星官说着这番话时 他已经抬起了自己的手 风云雷电立刻被召集到他的上方 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南山海 瞬间化为了昏天暗地 暴虐的海风与狂躁的雷霆 充斥着这座小岛 嘟 就在这时 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传来 并以强劲的声效 击溃了抗宿星官唤起的神通 本是一掌拍下 就可以让他吃尽苦头 但抗宿星官涅体 却怎么都挥不出去 有无形的龙威压的他手臂 变得异常沉重 是行天鼎龙 那位魁梧的御龙者 立刻认出了天空中飞来的神龙 垫母苍龙趴在地上 像一头小水蛇一样 瑟瑟发抖 行天鼎龙庞大的身躯 如太上老君 坠入到人间的炼丹炉 猛地坠在了著名朗身后的岛面上 背后的海面 背后的天空 更像是被拽入到了一个炎炎魔域中 我刚才已经说了实情 如果几位非要找不痛快 那就劳烦抗宿星官 来替我完成今天的利寿任务 一直以来 整个南天亭 也没有多少人 可以给行天鼎龙舒展龙骨 摸摸爪子 在整个军天都享有盛名的抗宿星官 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著名朗说道 抗宿星官那张脸 变得格外的难看 他还勉强可以承受一下 行天鼎龙的龙威 而他身边的两个侍奉 却已经瘫坐在地上了 不必了 我相信小师弟说的话 抗宿星官脸上堆起一个笑容来 我比你入门早 你应该叫我一声师兄 著名朗道 抗宿星官脸上的假笑没有了 他盯着著名朗 他能够感觉到 如果自己不叫这一声师兄 对方是不会让自己离开的 就当给行天鼎龙一个面子 猪 猪师兄 抗宿星官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 走吧 师弟 以后不要随意闯入镇兽之地 这里的镇兽脾气都不大好 著名朗摆了白手 是一抗宿星官带着他的狗腿子离开 同样是一直注视着 这种主食 像是网开一面 像是大人不计小人过 同样像是一种施舍 抗宿星官 孽提心中有怨怒 但他此时不得不自己滚蛋 他当然不是怕著名朗 镇帝兽行天鼎龙 在南天亭的地位本就很高 自己和一头镇兽执拗是很不明智的 镇帝兽才不会在意自己的身份 自己的背景 自己是什么星官 改日再续 抗宿星官丢下了这句话 立刻带着自己的两个手下离开这座岛屿 他们的坐骑店母苍龙已经不敢飞行了 他们不得不灰溜溜地自己踏海离开 抗宿星官满脸的憋屈 想他这样的人物 连南天亭的一些仙长都要对他低声下气 结果却在一个小小的内门弟子这里栽了跟头 好在这里也没有别人 不然这事情要传出去 可就有失他的颜面了 抗宿星官离开之后 著名狼眼神中透出的那股冷意 才慢慢地消散 见对方还算有点脑子 著名狼转过头道 没必要 这家伙和招月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更何况这里又不是荒郊野岭 他在我这里积攒的找死值还没满 埋起来麻烦 邢天鼎龙听到著名狼这番话 熬了一嗓子算作是回应 邢天鼎龙在南天亭也有很多年了 他能够听得懂人类的语言 甚至也能够通过特殊的方式表达出自己的意思 督 邢天鼎龙表示 那抗宿星官的实力其实很强 真要杀了他并没有那么容易 哦 我不是跟你说的 但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来为我解围 毕竟他确实不太适合出现在这个场面 柱明朗说道 说着这句话 一抹赤红色的剑光闪烁 他在邢天鼎龙完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从他的脑袋上方滑过 最后悬浮在了柱明朗的背后 邢天鼎龙的瞳孔瞪大 显得有些惊骇 赤鬼 邢天鼎龙可不会想到 赤鬼刚才就在这座岛的后头 也就是说 即便自己不来 那抗肃心官若敢出手 就会直接被剑坟为灰烬 赤鬼 可是拥有宰割心官生命的那个实力 邢天鼎龙也是有高的灵慧 他很快明白了 为何柱明朗会那样说了 看来他并不想让赤鬼轻易地展示在外人眼中 自己的出面解围 也让他有了继续待在南天亭的理由 都 邢天鼎龙表示 王后如果遇到什么麻烦 还是由他出面吧 赤鬼要是现身 会引来整个南天亭的动荡 那个时候 估计连镇天兽白灵出面都不好解决了 邢天鼎龙 显然也在为整个南天亭考虑 好 那就麻烦你了 我们暂且看看 这抗肃心官会不会继续作死吧 柱明朗说道 反正柱明朗已经斩了一个轮值的月神 如今整个军天其实非常热闹 因为少了一名轮值月神 就需要补上一位 这个轮值月神之位非常抢手 但凡越要进的神明都想要争一争 而抗肃心官这种存在 其实比招月神更敏感 还想继续在军天当小蛛虫的话 那还是别动它 当然 它要纯心找死 柱明朗也成全它 大不了云游到其他天野中 照样逍遥自在 没有轮值的时候 它们是不会管你去了哪里的 柱明朗对剑玲珑说道 第1317章 三龙打通关 修 剑玲珑飘来飘去 往日都是安安静静地悬浮 甚至还会隐匿自己的身形 但太久 没有在柱明朗身边了 作为一把剑 却格外地撒娇 它似乎很怀念当初与柱明朗 在龙门中斩杀万千魔神 征战个重天主宰的日子 它虽然是剑灵之龙 可剑心不变 它仍旧渴望被挥舞 爆发出自身所不能达到的超凡神力 柱明朗自然也想握剑 但剑上的药斑 是一个极大的隐患 只要自己施展剑形 那精神药斑 必定也会传达到自己的灵魂 等同于自己被烙上了这个药斑之印 再没有弄清楚 这个药斑背后的人 柱明朗绝不能冒这个风险 万一 是自己龙门的大仇敌 给自己设下的一个圈套呢 剑灵龙本就心思单纯 容易被利用 为了解决掉自己 柱明朗深信自己的龙门仇敌 愿意等自己个五十年 好在 此时已经有非常明确的线索了 若是成了织女星的嫡传弟子 关于药斑的事情 就会有眉目 离开了镇兽岛 柱明朗听闻宋浩师兄在养伤 于是急忙前去探望 起初宋浩并没有说自己受伤的原因 知道自己提到抗苏星官来找查后 宋浩才到出了事情 师弟 我并未告知他们你的情况 宋浩怕柱明朗误会 急忙解释道 你都成这样了 怎么可能是师兄说出去的 而且 既然镇山先破格收我为敌传 想必我那几个同门师兄弟 也传了出去 稍微了解一下 便能够知晓这件事 其实师兄没有必要为我这样得罪 抗苏星官的 也是我连累了宋师兄 惭愧 惭愧 祝明朗对宋浩说道 那怎么行 他们怎么知道 我不管 作为你师兄 怎么也不能出卖你 这件事 我已经告知了师父 师父镇山先 在南天亭也说得上话的 他当然不会让抗苏星官这样为所欲为 宋浩说道 蓝卫师兄了 我寻海时 采了一枚万年宁华的海灵枝 师兄请收下 祝明朗说道 这怎么可以 我没什么事的 养几天罢了 师兄还是收下 不然我心里有愧的 现在我能搜罗的灵姿 也就这种级别 往后有好东西 我再给师兄送来 当作补偿 祝明朗认认真真的说道 宋浩等于是帮自己挡了一刀 镇山先既然会出面 那抗苏星官断然不敢再纠缠此事 毕竟他所图的是白灵的虚龙卵 这件事 被镇山先察觉 他也没有好下场 自己得了白灵的虚龙卵 宋浩师兄却为自己挡了灾 祝明朗自然记下这份恩情了 总而言之 宋浩竟声乐药神这件事 祝明朗包了 宋浩为大直士 修为始终是 卡在神王极尽的最顶点 六道神敌 大概最多半道 离真正的乐药神 其实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没有得南天亭高层重视 不得师父宠幸 基本上是无缘乐药 大直士也可能是 他能够在南天亭的最高职位了 就这事过后 祝明朗把宋浩当真兄弟了 扶持兄弟上乐药神 也是应该的 当然 现在祝明朗还没有这个能力 自己也还没有夸入到乐药神极尽 等自己再强大许多后 就可以实现了 连笔来临 祝明朗也算做好了 足够充足的准备了 小涛铁和小九尾 作为主战龙 他们两个最好多保存一些战斗力 到最后的天人之战 和地者之斗中 而宠王龙现在修为是颠位神军 他作为好战的死灵龙 又有往生神通 由他通关所有前几轮所有战斗 外加百雄之战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 师弟 我给你算过 大概连升六轮 就可以进入到百雄弟子之战了 乔采琴在茶楼 给祝明朗分析道 你现在有几只龙啊 宋浩问道 乔采琴觉得自己实力在内门中太弱 根本没有参加今年的年笔 事实上 也没有几个人 是从外门杀到内门 又在同一年参加敌传之战的 而宋浩作为执事 已经是丧失了参加比试的资格了 无论是外门弟子 还是内门弟子 都有一个大致的年限 年限一到 就会被要求转为执事 职务 然后分派到各个仙长门下做事情 表现好的 得到仙长赏识 就会逐渐被培养为心腹 只不过能够得到的培养与重视 基本上是靠自己的努力与贡献了 不像弟子时期 会得到整个南天亭 包括师长的大力扶持 所以 一般在内门弟子阶段 没有晋升到敌传的 其实也就告别约要神经了 三只龙 祝明朗如实地回答道 怎么才三只啊 宋浩顿时苦恼了起来 他甚至有些困惑不解 师弟 看你照顾郑寿的样子 我感觉 要不是咱们镇兽有契约在身 他们都一个个都会跟着你混了 你这么有龙兽员 怎么就才养三只龙啊 幼灵呢 幼灵有几只 暂时没有养幼灵 祝明朗说道 宋浩一巴掌打在脑门上 齐了个趴了 以内门弟子的条件 哪怕自己不想带幼灵 也完全可以 交给侍女和婢女啊 幼灵这东西 薄一薄猫咪变虎龙 多养点 真不亏的 你可得知道 虽说南天亭的镇兽 都挺护着你的 但他们是 不允许帮你打年笔的 你就三只龙 能撑几轮啊 宋浩真心为祝明朗着急 没事的 师兄 我的三只龙 个个能顶半边天 祝明朗说道 行吧行吧 反正实在要被淘汰了 我再去师父那说一说 他虽然最近有些生气 说你有眼无珠 但过些时候气消了 还是希望你入 我们镇山门的 宋浩说道 三人谈话之间 有一女子缓缓地走了过来 他瞥了一眼宋浩 也没有理会 倒是静止地来到了 乔采晴的面前 用一种轻慢的语气道 乔师妹 过来这里说话 乔采晴立刻起了身 和两人道了个歉 就跟着那位女子过去了 两女并没有走太远 就在茶楼偏栏杆角落处 看得出来 那位女子姿态更高傲一些 乔采晴应该近些日子 都在跟随着这位师姐做事情 对她毕恭毕敬 祝明朗觉得 那姿态高傲的女子 有些眼熟 仔细端向了一会 这才想起来 这女子就是当初 祝明朗还记得名字 叫秦吴 第1318章 古武战神龙 事实上 祝明朗之前 也有看到乔采晴 与这位叫做秦吴的女子同行 乔采晴也不是一天到晚 都围着自己转的 何况自己一头 栽入到镇寿之地中 乃来会像陈一辉那般经营人脉 和懂得人情世故 乔采晴又无法像自己这样 凭借着足够硬的实力 得到同门的尊重 所以 她也需要站队 需要跟着一些名望比较高的 内门弟子做事情 比较强的女弟子了 是被列入到地者梯队的 祝明朗一开始以为 这秦吴会比较照顾乔采晴 但看样子 秦吴是把乔采晴 当做一个小侍女 小跟班了 看来 乔采晴也得扶一把 好歹他帮了自己那么大的忙 秦吴语气比较强硬 交代了几句之后离开了 祝明朗神识很强大 即便隔着有一段距离 他也能够大致听到他们的谈话 秦吴显然是 想要讨好掌管与后岛的仙长 可以说 在乔采晴的帮助下 秦吴已经被那位与后岛仙长 有所赏识了 所以 秦吴即便这一次 年比名次低一些 也会因为拥有这方面的特长 被那位与后岛仙长 收为敌传 但事实上 秦吴对与后岛的规律 与风水一窍不通 全部都是靠着乔采晴 在帮他观测 人家在利用你呢 乔师妹 可要留一个心眼啊 宋昊很轻易地 就看出了这一点 等到乔采晴走过来的时候 他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我知道 只是我在碧落岛安家 也算是无亲无靠的 很容易挨一些欺负 这半年来秦吴 还算是给了我不少保护 也为我谋了一些 比较轻松的差事 对我还算是照顾的 乔采晴说道 话说回来 你这样也是聪明的 我们南天亭 虽然整体风气比较正派 仙长们也严厉惩 惩罚不速之风的人 但暗地里的一些勾心斗角 确实不好应付 找一些靠山 结识一些有威望的朋友 确实是好的 宋昊点了点头 祝明朗对此 也不好多说什么 毕竟自己现在 也给不了乔采晴什么帮助 但成为了嫡传 那状况就会好很多了 嫡传弟子的地位 高于内门 高于直视 甚至多数派间 都要理尽三分 毕竟背后 是一位南天亭的仙长 我那里还有一份 用不着的万年宁华 回头我让萧萧给你送过去 自己实力提升起来 也是关键的 祝明朗对乔采晴说道 这可使不得 万年宁华很贵重的 乔采晴急急忙忙摇头 没事的 祝明朗说道 小侍女萧萧 拥有了龙脉之牙后 已经将祝明朗的小后花园 变成了一座小仙园 可以移栽一些野生的神根灵草 而经过龙脉之巨的滋养后 六个月就培育出 三株万年宁华了 祝明朗三条龙 都已经神君打上了 除非是三万年 五万年宁华 不然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所以这万年宁华 完全可以做人情 一番劝说 才让乔采晴 同意收下万年宁华 那谢谢师弟了 王后有什么需要师姐帮忙的 尽管开口 乔采晴说道 自然是有的 祝明朗笑了笑 于后倒 那可是如今 滔铁龙最美味的口粮 祝明朗很清楚 这南山海中 一定还有非常稀有的于后仙岛 小滔铁能不能飞升到月药之神 没准 还得看乔采晴的分金定穴了 年笔将至 敌传之争 祝明朗也算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毕竟是内门之间的比斗 每一场都有诸多南天亭的成员在围观 包括一些长者与仙长 他们也时不时会来观望 而那些在内门弟子中 本就名声很大 同时又早早被仙长们赏识的 自然就会引来更多的围观了 祝明朗第一天的第一场比试 居然比试场内外就来了不少人 运气似乎有些差 遇到的第一位内门弟子 就是小有名气的 虫王龙 好好打 花的时间长一点没关系 明白吗 祝明朗对虫王龙说道 一上场 对方就直接换出了一只古龙小分队来 一群食肉古龙 身强体壮 魁梧凶猛 最为夸张的是 他们的头颅都像是 被镶上了金钻银金一般 厚重的头骨盔 给人一种古代脚斗龙的感觉 就只有一只龙拿得出手 同样穿金带银的男子 有些轻蔑地问道 一只就够了 祝明朗听出了对方 瞧不起自己的语气 也毫不客气地说道 我的龙 爱吃肉的 金银男子说道 说吧 一群金银盔古龙群 就浩浩荡荡地冲了上来 他的每一只古龙都强悍刚猛 宛若是一个个身披着金甲的古战神 最重要的是 这些古战神龙 还精通着一些古武斗术 看似鲁莽而狂野 在战斗过程中 却是有章法 更有古战技巧 古龙会无数 祝明朗怀疑 这些古龙 是从小在一个古武神凡者氏族中培养起来的 他们使用的各种战斗形态 让他们肌肉而狂暴的身影 竟彰显出几分飘逸与灵动 难怪有这么多人来围观 这穿金带银的弟子 真有几分本身 好在虫王龙这些日子来 一直在挨南天亭镇兽的毒打 最能够锻炼实战的 就是挨毒打 南天亭镇兽的战斗经验异常的丰富 可以说 是什么场面没有见过的 有的时候 为了起到更强的训战效果 祝明朗甚至会让行天顶龙 来帮忙锤炼虫王龙和九尾龙 行天顶龙可以压制住自己的修为 纯粹用技巧来打败他们 过去 九尾龙和虫王龙两个加起来 哪怕修为占据优势 他们都敌不过小饕铁 如今 他们两个已经可以和小饕铁 抖上几十个回合了 别看只是抗住几十个回合 事实上 小饕铁的战斗能力 才是最强悍的 行天顶龙若是将自己的修为 压制到新神龙王极尽的话 也未必是小饕铁的对手 小饕铁的战斗之能 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这一点和小白骑挺相似的 仿佛经历了不知多少事的轮回 战斗的记忆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虫王龙面对这些武功古龙 还不算太艰难 问题是在对方龙术有点多 第1319章 不过一顿饭的功夫 以一敌三的话 虫王龙应该是有很大的优势 但对方有五龙 还有四条修为在神主级的古龙 一样是精通古武战技 明明是霸王龙 却可以左右横跳 还能够闪电折月 会鼓舞术的龙自然是有的 比如说精灵银龙 它的精灵鼓舞术 也是血脉里继承的 著名朗在想 是不是哪天 把大黑牙给寻回来之后 也可以让他学习一下 这样上乘的鼓舞战技 看到敌人就先给他来一个恐龙飞踹 再来个凌空无影爪 亦或者腾空回旋扫铁尾 那画面不要太美 著名朗一番胡思乱想之际 虫王龙以自己重伤为代价 送走了对方一头迎金卢鼓舞龙 就在对方觉得 这场比斗已经奋出胜负时 虫王龙的死灵龙族的天性爆发 什么重伤不重伤 脑袋搬家了 对死灵龙来说 也是跟其他龙吊毛一样正常 所以对方掉以轻心之时 虫王龙以重创之躯 又带走了两头鼓舞神龙 对方是死灵龙 直到此时 才有人提醒了这位赵炫一声 赵炫万分懊恼 他损失了三龙 意味着他后面的鄙视 很难连胜了 要进入到百雄之列 可是要连胜六轮了 若是不小心败了一场 那可是需要多打三场的胜利 才能够弥补回来 才有希望继续回到百雄之列 该结束了 你让我感到厌烦 赵炫说道 三股舞龙不再分散攻击 他们时时刻刻地靠在一起 完全不给虫王龙 再舍命击垮一个的机会 虫王龙见状 也只好迎接这三只古龙的围攻 然后在这三只 古龙残忍的爪牙下 被撕成好几块 虫王龙的尸体 散落在了场地上 全场都鸦雀无声了 没有人会想到 第一天内门弟子之间的比斗 就出现有人的龙被屠了 南天亭鼓励弟子之间鄙视 但坚决不允许 这种屠龙的情况发生 一旦龙死 双方都直接被淘汰 宋浩宇乔采晴 也不敢相信地看着场上那一幕 本以为著名朗一定会在最后 将自己的虫王龙 给收回到陵域里的 及时召回 也是慕龙师必修客之一 你这个蠢货 为什么不收回自己的龙 你害得我也失去了敌传的资格 赵炫顿时咆哮了起来 说完这番话 他整个人向后退了过去 并且不停地 向作为公正的师长做解释 赵炫接着情绪激动地道 我不是有意的 他的龙位死玲珑 刚才我重创他时 他就还有很强的战斗力 与反抗能力 所以我必须下重手 否则我会损失更多 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理解 只是你现在不要这样激动 公正的师长说道 可是 可是 我不想被淘汰 赵炫说道 就算我们不对 你屠龙做出惩罚 你也已经被淘汰了 负责公正的师长说道 啊 您说什么 赵炫万分疑惑道 你自己回头看一看 赫须的师长说道 赵炫转过身去 却看到了一个 让自己暴跳如雷的画面 那被撕成好几块的虫王龙 他还在动 那家伙 那颗脑袋 正自己一蹦一跳地 把自己分散到地上的尸体 一块一块地叼了回来 然后无比娴熟地 将肢体又拼凑在了一起 血液什么的 对虫王龙这样的死玲珑 来说就是水分 流光了也没多大关系 多喝优质的鸣泉水就可以了 而什么断骨碎块什么的 都会自己重新长起来 只需要把大致的部位挤在一起 就行 于是乎 所有围观的那门弟子 就看着这么一个小死玲珑 在场上表演了一个 什么叫卸身与缝合魔术 赵炫眼珠子 都瞪出来了 他急急忙忙地要上场继续战斗 毕竟他哪里知道 死玲珑会有这种反生能力 你不能上去了 刚才你自己召回了龙 并且走出了鄙视之地 你算是提前离场与弃权 那位师长对赵炫说道 我 我以为他死了呀 我没有提前离场 不是您规定的 任何一方场上没有龙兽 就算结束吗 赵炫一脸震惊象 人家的龙是死玲珑 不能用寻常意义上的 死亡来定义 他只不过是在反生重组罢了 等于依旧是在场上 而你在战斗位结束 将自己的所有龙兽 都收回了灵域中 判定来看 是你这一方没有了龙兽 所以是你输了 赫胡须师长 认认真真地说道 不对啊 不对啊 你也没有提醒我 战斗没有结束啊 赵炫说道 他哪里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方才都有人告知你 对方的龙为死玲珑 你自己学一步 经对死玲珑的 一些特性不了解 输了就是输了 这要不是比市场 在真正的生死战中 这死玲珑复活过来的那一刻 就是把过早收回龙兽的 你给开膛破度 如此差劲的意识 还怎么争敌传 我们南天亭哪敢放你这样的弟子 出去做事 赫胡须师长 没好气地竖楼道 赵炫那张脸 跟摔到毛坑中 一样难看 最后 他不得不含泪接受这个结果 狡诈卑鄙之恩 赵炫最后只能够 将气撒在柱明朗的身上 对着胜出的柱明朗说道 许多古龙都有鲁莽一根筋的毛病 本来慕龙师应该用自己的智慧 去平衡这一方面 你倒是个特例 作为古龙的主人 还拉低了古龙的智商 赵炫听罢 一口老淤血 从胸口涌了上来 结果还堵在喉咙处 想吐吐不出来 你 赵炫感觉自己 要当场去世了 他甚至能够想象得到 用不了几天 自己这愚蠢的行为 就会沦为全内门弟子的笑柄 赵炫没有理会这家伙了 他给虫王龙喂了一些明浆 当作是血液的补充 然后又给喂下了大量的骨粉精 虫王龙就是这点离谱 再重的伤 都抵不过一顿饭的功夫就痊愈 所以 前面六轮的战斗 由虫王龙来打通关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不需要担心状态 因为连续厮杀 而严重下降的问题 第1320章 因狗鱼而闻名 师弟 原来你的这只龙 喂死灵龙啊 可吓坏我们了 乔采晴上前来道 没有足够的把握 我自然也不会来 助明朗说道 你这获胜的有些蹊跷了 后面的路也不太好走啊 宋昊有些担心的说道 论实力的话 赵炫确实挺强的 即便是助明朗的这只虫王龙 可以反生过来 怕是也很难应对接下去的 三条鼓舞神龙 所以这一场赢得 其实有点悬 没事的 后面的弟子 也不一定个个都像这家伙 那么难缠 助明朗说道 还真被助明朗给说对了 之后的好几轮 助明朗的对手 实力都不算特别强 许多内门弟子 其实也知道自己 是没有资格争夺敌传之位的 但他们 也想要展示自己 也想要得到一些长辈 与仙长的赏识 奈何这些人之中 确实有不少修为并不高的 一般内门弟子的门槛在神子级 而神子级到神王级 这么长的一个跨度 内门弟子里面的实力 也可以说是参差不齐的 助明朗福星高照的天命 就在之后的好几轮中 体现出来了 正正四轮 全部都是修为碾压 按理说到了第四轮 第五轮 对手的实力整体会提升上来 怎么也得有个上位 颠位神军 但助明朗遇到的 都是神军级以下的 这种运气 跟直接轮空进入下一轮 没有什么区别 不会吧 不会吧 那小子真是要进入到 百雄之列了 赵炫身边的几个狐朋狗友说道 自从前些日子 被屈辱地淘汰了之后 赵炫可谓一蹶不振 在之后的好几场年比中 各种遇到强敌 在输了三场之后 赵炫就彻底丧失了 竞争百雄的资格 这让赵炫无比懊猛 偏偏有对比才有伤害 赵炫在自己淘汰之后 就想要幸灾乐祸地 看住明朗输 毕竟助明朗是 靠着卑劣的手段 才赢了自己的 结果助明朗一路上 遇到的对手 都是那种 连他一只鼓舞神龙 都不敌的菜鸡 都五连胜了 再赢一场 就直接进入百雄了 赵炫没法接受 为了让自己吐一口恶气 赵炫特意查了 助明朗的比赛时间 今天下去 会是助明朗的第六轮比试 他不幸到了 第六轮这家伙 还能够那么运气好的 遇见修为低下的弟子 坐在了关系上 这一场比 士气是前来关注的人并不多 和自己当初 那个场面相比 实在差远了 冷冷清清地比试岛上 助明朗已经早早地 站在中央了 而公正的师长 也缓缓地上了台 他拿出了名册 又看了一眼天色 过了一炷香时间 公正师长 又看了一眼 助明朗的对位席 眼看时间就要过了 终于有一个 穿着小鹅绒袍的女子 小跑了过来 跑得气喘吁吁的 师长 我家少爷在上一场比赛受了伤 他想休息一场 带龙兽 都调整好状态再战 所以特意让我过来说一声 这一场他放弃了 那位小侍女说道 知道了 让你家敌少爷好好养伤 公正的师长点了点头 这种做法 其实是比较明智的 并不是战绩显赫 就一定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 只需要最后能够 进入到百雄之列 哪怕输一两场 也没有多大的关系 调整好状态再打 才是明智的 年笔采取的 并不是单次失败的淘汰 而是会根据战绩与胜负 进行一个大致的排名 所以 年笔的持续时间会长一些 不会吧 忽然 场外想起了一个人的哀嚎 哀嚎的人自然是赵炫 也就是说 这个小子 除了一开始遇到自己 其他的都是福利局 能够如此完美地避开 所有内门强者 然后在最后一场 重要的百雄之争中 对手弃拳 这是什么宏运 难以接受 赵炫只觉得 那一口淤血 终于要从自己的喉咙中 喷涌出来了 也就是说 如果自己当时没有犯傻 这一系列的好运胜利 是属于自己的 百雄啊 这家伙就这么近百雄之列了 要是哪位 仙长那里 没有招满地穿弟子 指不定还会让他去凑个人数 这让赵炫开始怀疑 自己的人生了 苦苦修行三十年 怎么还不如别人的天命好运呢 场上 看到对面空空如也 祝明朗自己也挠了挠头 这就是一个善修之人 应有的独特待遇吗 虽说有些多此一举 但其实也大量地 节省了祝明朗的时间 如此虫王龙的实力 都保留了下来 祝明朗的红韵世纪 很快就在 内门弟子之中传开了 祝明朗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南天亭 小有名气 竟是因为狗运好 不费吹灰之力 成为内门百雄弟子 百雄弟子之战 才是每年 南天亭年比的重头戏 而百雄弟子之争 不再是放在笔士岛中 是在碧落岛最繁华的玄武台上 隆重庄严 看得出来 南天亭确实是对 弟子后辈们非常重视 希望整个南天亭 一直有新鲜的血液 祝明朗的百雄之笔 排在了夜里 白天登场的 都是一些在整个碧落岛 在整个南天亭 都享有名望的弟子 这些弟子中 甚至有些还是 万里天都中的一些正神 他们在民间 在神明领域一样 是非常特殊的 祝明朗看了好几场 心中不由 对着南天亭的人才感慨 就南天亭的这些百雄弟子 怕是 足以将当初的北斗神州 搅隔天翻地覆 仅仅是军天的一个先宗 就有如此多的神军 神王 并且还都是弟子级的 也不知道在头顶上的 那云霄天亭中 又有多少老怪物 他们的实力 又有多么的恐怖 一直等到了夜晚 家家户户的明灯已经点亮 可以看到许多红梅 与鹅黄的灯笼 他们垂挂在那些漂亮的飞檐下 梨木 张木 仓墓的阁楼 拔地而起 龙族的千百种图腾 备刻在了那些高处上 也可以看到 诸多用稀有矿岩打磨的古塔神碑 他们呈现特殊的图案 排序在整个巨大的万里天兜中 更不用说 是那些金碧辉煌的宫殿 神庙 天楼 云阁 犹如山外之山重鸾叠杖 一直可以沿着他们 飞向九霄仙境一般 碧落岛如此之昌盛 而他也不过是万里天都的 其中一座神都罢了